打着民主的旗号穷兵独武 对象可不止序利亚 美国带着盟友对俄罗斯的打压 也一直在持续 12号结束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 七国外长在声明中 一致向俄罗斯发出警告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和巨大代价 声明称 七国集团一致谴责俄罗斯 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事力量 并发出警告称 任何入侵都将面临后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警告称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将叫停俄罗斯和德国正在推进的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面对七国集团的威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 西方国家的言论不利于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方对这一恐吓没什么兴趣 俄方一直否认可能对乌克兰采取任何入侵 并强调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 是因为北约试图征服乌克兰领土 还不断将军事力量扩展至俄边界附近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13号说 美国和北约盟友的行为 让人联想到 他们想重复古巴导弹危机 我们下约有点好疯独放在这里 我们下约有点好疯独放在这里 感谢观看